欢迎回到马拉下午茶 马拉下午茶今天呢 再次为您请到了 日本海之地赫藻塘胶 华人部的经理 Henry Chen来到节目当中 今天呢他不仅呢 要来节目当中 告诉我们关于 海之地赫藻塘胶的一些资讯 当然呢 也要跟我们分享一个 非常好的礼物 非常欢迎您Henry 是 那么我们刚刚讲了 很多关于这个 这个赫藻塘胶 海之地赫藻塘胶的一些资讯 那其实呢 我相信很多人呢 如果有机会的话 都希望能够亲自的见见 这个立川大街仪式 对 现在有个机会了 对 其实我们立川医生 从2007年 我们正式翻译他的书籍 成中文版 那在中港台3D销售 到今天其实书籍在市面上 还继续都买得到 但是我们现在在美国 特别得到那个立川医生的允许 我们赠送给这个 南加州的华人的朋友 免费赠送 对 那如果你是在中港台的地区 其实都是要购买的 是是是 所以其实非常简单 可以得到这本 逼迫癌细胞自杀 那么由立川大街医师 所写的这个 你可以说是原本是日文书 然后翻译成这个中文的书籍 只要打电话到 1884825888就可以 所以非常简单 那么当然还有一个 非常好的消息 就是说你们即将要在这个周末 这个星期六 举行一个讲座 立川大街医师 非常难得 非常难得 因为我们大概一年邀请到他 一次到两次到美国 那一次到两次当中 我们通常选择不同的地点 我们在旧金山办过 我们在纽约办过 那这次特别请立川医生 到德州的Dallas 跟这个南加州 来办这个讲座 那办讲座的目的主要是 让所有的参加者 能够更了解说 自然疗法 补充剂疗法 怎么可以帮助到病患 那当中他会提到一些 有关于补充剂上面的研究 跟一些临床案例 当然包含这个荷藻糖胶 为什么海滋滴荷藻糖胶 萃取出不同的这个海藻 那当中的研究跟临床案例 是什么样子的 那另外我们也 也特别邀请一个 这个华人的营养师 来到现场跟听众 来讲一下说 我们的这个癌症饮食 要注意的事项 因为很多在这过去几年当中 很多华人朋友 在打电话跟我们咨询的时候 都会希望说 癌症病患要怎么吃 在饮食上面要怎么注意 那这方面的这个讯息 我们也希望说 能够提供给这个听众 是那其实我觉得 我觉得不仅是这个癌症 就是重症患者的本身或是家人 希望得到这个资讯 其实很多人现在非常讲究养生 他们希望能够预防生育治疗 其实也都很欢迎大家呢 一起去来了解这个资讯 那其实这个是个非常难的机会 那么其实座位是有限的 所以一定要赶快打电话提早报名 时间是5月23号 这个礼拜六 5月23号早上的10点到12点 在那个San Gabriel的西尔顿酒店 那欢迎这个所有的 有兴趣参加的提早预约 因为这个座位真的是有限 那在这当中 我们也准备了一个小的礼品 那给所有的参加者 当然还有这个免费的书籍 我们也会提供给来参加的这些听众 没错那电话是同一支嘛 1888-482-5888 那其实呢我刚刚听你讲 就是说像我们的立川医师呢 他其实做这方面这个 所谓的抗癌这个补给品 自然补给品 这个研究已经很多年 其实海质地域赫藻塘胶 在美国是大概12年 但其实在日本已经很久 有什么40年好像 我们本身在日本是40年的水产公司 那研究赫藻塘胶 是大概90年代 所以也将近20年的时间了 那当初结合了路尔岛大学 跟冲绳大学去研究他们的饮食 为什么冲绳地区是 癌症病发率世界上最低 然后也是最长寿的地区 那发现说他们的饮食习惯当中的 两种海藻这个海韵 它特别是针对于抑制癌血管增生 那裙带材胞之夜是去诱导 肿瘤的消退的功能 那它这个年华 这两种海藻上面的这个年华成分 就叫做Fukoidan 赫藻塘胶胶 有这样子的功能 那自从我们这个书籍 从中文版在07年发行到现在 其实在不管是台湾 香港或者是中国大陆 很多的学术单位 你可以上网去搜寻 其实很多的学术单位 在赫藻塘胶上面的研究 也就陆续都有出来了 没错 所以这是为什么呢 虽然近几年来有很多在市面上有很多很多不同的赫藻塘胶 但是呢我们的海之丁呢一直还是 以曾经说非常有信心的 因为你们的产品其实是这么多年的研发 那么呢大家也就是持续的支持你们 那么希望呢这个周末举行的 这个星期六举行的讲座能够非常成功 那么也希望大家能够踊跃的参加 然后呢也许在那边也可以看到Henry 跟他聊聊 这个资讯他一定会跟你分享的 谢谢你Henry 谢谢 OK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广告过后马上回来